我是胡瓜 我是Janet 我是Selena 我在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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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 祝大家什麼都有 什麼都好 要什麼幸福 有什麼幸福 心想事成 什麼情況 什麼地點 什麼好時光 新年好 Yeah Done 木耳鐵質的含量高 女性在生理期可 以用黑木耳織 補充流失的鐵質 黑木耳它是活血 比如說你在出血的時候 或手不潛 就不要吃了 就好像說你生理期 正在出血 結果你吃了那麼多 今天下午6點 晚上10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跟我這樣過 可是既然吵架會有問題 那我如果都不吵 不就沒事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吵 怎麼可能 很難啊 像是人嘛 牙齒都咬到舌頭 怎麼會不吵 沒有沒有 是不同的吵法 像我真的很生氣 我就是會閉嘴 不講話的那一種 但是其實還是不刷 對 因為我深知 我講不贏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就跟洪哥一樣 反正他有一堆很奇怪的理由 那上次有來嘛 你們也知道他很會變 很會解釋 很有理由 很有方法 那個理由都信手拈來 是啊 隨便都可以當理由 你講不贏他 你就不要跟他講 就是人生的經驗比較豐富 拿出來分享 真的了不起 所以雖然沒有正面衝突 但還是氣氛還是不好 對啦 對不對 那這樣子 對 但是孩子不是只是感受 你的那個分貝音量的大小而已 並不是啊 他其實感受到是你的表情 你的動作 你的互動 氣氛 對 所以就算是你們冷戰不講話 孩子依然可以感受到你們的壓力 他依然會這些 這些心理上的壓力都會產生 所以關起門來吵架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 而且你知道關起門來 像我就記得我小時候我爸媽 關起門來吵架 裡面叫那麼大聲 你們二樓都聽得到 他在什麼玩笑 你到底罵得料 可音設備沒有做 在一間吵架室 可音先做 對 我現在傳理員就打電話來了 你們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我們傳理師都聽到 所以那樣子關起門來吵 會反而更糟糕嗎 不會說更糟糕 但是沒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而且有一個壞處是 你們和好的過程他沒看到 對 很好過程當然不能看 對啊 是他一直在提這個床頭 是他提的 你們主播間和好 都只有那一種方法 沒有 是他提的 我是閃過洪哥的臉 所以說了你一句話 這個是不能夠看到的 最好不要看到的 不是 因為這個很簡單 那個氛圍 父母冷戰沒有在面前吵架 可是你走到餐廳客廳 兩個人就是不講話 然後都互不打招呼 對 你小孩怎麼感覺不出來 小孩連講話都不敢講 肚子也不敢表達 對 還好笑耶 我老婆跟妳講 叫你爸吃飯 我就走掉了 叫你爸爸碗收一收 那我兒子 叫我爸 我就在你面前叫我爸 那不是叫我媽 他的意思是 他不理你了 要不要吃飯隨便你 叫你爸爸碗收一收 我不是 我是兒子的爸爸 那你不是在叫我嗎 怎麼變得那麼樣的陌生 你有在回你孩子嗎 叫你媽這個 再等一下 跟他講說你爸爸還沒吃飽 對啊 因為冷戰就這樣子很麻煩 不過剛剛黃醫師他有講到 他可能父母吵架 他造成孩子他可能會有 長期是一個生病 或是短期生病的問題 蘇欽有沒有真正因為這樣子 生理或心理真的生病的案例 有 因為之前有些小孩 他不會表達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面對這種問題 因為他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有一次那個老師他是怎麼樣 那個小朋友問題是老師發現的 因為他其實小 可能幼稚園才大班 可是他可能小班就開始了 所以老師知道說 那小朋友以前個性就是 跟大家也都還可以相處 然後也不是一個很難教的小孩 可是有一陣子他就是非常的可怕 他在學校裡面 就是碰到任何糾紛 跟人家稍微怎麼樣 他就會罵人 甚至打人 然後就完全不聽管教 然後老師就打電話去跟媽媽說 你這個小朋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在大班的時候 變得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孩子 他說真的很難跟別人溝通或相處 結果媽媽就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會處理 後來媽媽才知道就是說 因為他們那陣子就是一段時間 因為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一天到晚跟他老公吵架 然後他就懷疑說 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他兒子 整個在學校的行為都大改變 你知道有些小朋友 他就是如果害怕的時候 或壓力很大的時候 其實他是會有一些類似 後來發現沒有 他的小朋友的壓力源 就是他跟他老公吵架 他們在一吵架那一陣子 他就開始發尋麻疹 所以不同年齡層面對父母吵架 他影響的層面嚴重與否 來校長 幫我們稍微再細分一下好不好 對於嬰幼兒來說 他們年紀小 他好像表現不出來 可是你其實會看到他焦躁不安 那他因為沒有安全感 他也容易表現出來是哭鬧 那再大一點到兒童期 兒童期上學了 你就會看到他可能這種孩子 對於學習是不專注的 甚至是沒興趣的 然後在人際關係上面 跟朋友的相處也容易出問題 那再大一點到青少年 可能更明顯的 他就是表現出來了 自暴自棄 自暴是用絕對叛逆的方式 我做一些錯誤的事情 我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然後來轉給你們的注意力也好 然後來自我傷害也好 還有一種是自棄自我放棄 遊魂也好 你上學考試什麼都 我都無所謂 你罵他 你們自己都在吵架你還罵我 類似這樣的狀況 也是一種抗議的 那當然其實是他人格已經受傷了 那再大一點可能到了青年了 他快成年了 他可能對婚姻是害怕的 他對結婚這件事情 幹嘛結婚 結婚是來吵架的 對不對 我從小在這種戰場裡面長大的 那我對婚姻我是沒興趣的 這是比較明顯的一種影響 所以父母親吵架的強度 頻率或者孩子本身的個性 其實是不是都會影響 對 會 有一個小兒科醫生 他建議說我們這種小兒科醫生 在幫小朋友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就先問媽媽 說現在有沒有人幫你 因為小嬰兒的時候最會吵架 因為那個時候媽媽壓力很大 然後憂鬱 整天跟先生吵來吵去 他說因為我只要問了 我就知道以後這個小孩 我要多注意 下個月再回來 如果說知道這個家庭 支持系統很多 這個有老人家幫忙小孩 或者是有請幫忙的時候 或是媽媽一個人還OK的話 那這樣的狀況 應該那個小孩的健康 就是比較有保障 然後那個害怕婚姻也有 我有一個同學很好笑 以前一個朋友 他說他跟我講他很困擾 他女朋友跟他說 以後我們如果結婚的話 可不可以住在隔壁的好 也就是 誰跟誰住隔壁 對 就是以後如果住隔壁就好 示範的時候一起吃 然後就各自回自己的家睡覺 好生氣喔 怎麼了 因為我認得她的女朋友 她女朋友家裡非常的好 就是父母親都是非常 不是說不只是高資產 而且是社會經地位非常好 感覺也都好像對外人都很 對長輩 對我們這種晚輩都很好 然後可是他們天天都在吵架 聽說啦 就是外表是這樣的 可是他們關係不然一直吵架 所以這個女兒很害怕婚姻 她就有一天就突發心想說 既然住在一起會吵架 那我又很想跟你結婚 那不如我們住隔壁好了 天啊 影響她的心理很深 連思想都會影響到 可是我覺得會耶 因為我有朋友 跟她老公只要一吵架 她就會跟她小孩講說 你看你爸就是這樣 她從以前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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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令我就是很不開心 對 然後她就會就是再將一軍 再講給小孩聽 所以那個小孩其實越大的時候 看爸爸的眼神都不對 有時候一講什麼就覺得說 對啊 爸就是這樣啊 怎樣怎樣就會接下去講 那講到這個也有講到 我常常也有面臨到的狀況 但我自己覺得我 就是我 我就因為很注意 所以我覺得我表現得還可以 就是也是有一點為難的地方 就是每次你不是跟先生可能 有爭執完了嗎 然後你們男人就是甩 你們就出去了嘛 然後這時候孩子 不是沒有 不是每一個男人都出去了 我常常都會出去 我常常都會出去 他以為要親戚關門 他以為要親戚關門 你就說這是我的房子 你出去 甩錯了 他就出去了 然後小孩子就會問 爸爸呢 通常我就會一直警惕 因為真的 通常都會說 你爸不要管他 他出去呢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被氣到一個那個 你知道嗎 對 但我那時候都會壓下來 我還會跟他說 爸爸去上班了 還是笑笑的講 爸爸去上班了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之前 而且你知道嗎 爸爸很久沒有回來 爸爸怎麼都沒有回來 你就知道爸爸賺錢很辛苦 爸爸又去拍戲了 就是 我就會讓他就會覺得說 爸爸是很忙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之前有看過 有一個報導 然後我非常的敬佩那個媽媽 她也是 她是後來跟她先生是有外 她先生有外遇 就娶了 就跟別的女人 其實你知道很多 我們其實周遭很多朋友都這樣 我們圈了很多女藝人 她都是媽媽可能這樣 所以媽媽從小就跟他們講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所以他們很多都不婚主義 對 都是因為爸爸 因為我爸從小沒有管過我們 所以我不要 但你知道那個媽媽 居然她後來就是留下了一個孩子嗎 你知道她從小居然就騙了她的兒子 就說你爸爸是一個飛行官 他是為了國家才捐躯了 所以呢 你知道嗎 那個爸爸的英雄傾向 後來在這個孩子 他一輩子崇拜他的父親 後來他這個兒子長大 他成為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就是那種上將之類的 就是後來也成為一個非常 就他永遠都不知道 他爸爸其實是這樣的一個人 善意的謊言 但我就覺得這媽媽非常的成功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每天跟她 我覺得你不但是 你雖然抒發了你的情緒 可是孩子沒有必要承受這些 而且你影響了這孩子一輩子 這倒是 不過這個夫妻最好是兩個人 都要有這個共識 對 才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是 不然你看在學校 這個黃校長一定就看很多 父母吵架 吵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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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結果在學校你光是看她 在學習的態度跟能力上面 是不是就有差異很大 我跟你講說那個馬董 按下去的時候 她不會自己跳起來 你要按下去 你會是把一隻都把它跳起來了 然後她就睡一半 我聽到那個浴室 好像有水漿在漏水的聲音 然後我回去看 看吧 就是你 為什麼把它修好就好了呢 對啊 真的 我覺得很奇怪 我跟你講 你修一次 他就有第二次 那修的人永遠都是我 所以男孩在家裡多可憐 你知道嗎 你只要會一樣東西 你只要全部都會 所有的媽媽們認為洪哥這個邏輯 他可憐嗎 不可憐 不可憐 應該要做的 應該要做的